太阳和水星处女代表什么 我在我的个性里面 容易去先反思别人做的事情 我有没有看懂 就是我去回馈一下别人的言行 是不是我能看懂的 我有没有较准 但是上身 像亚兰姐是上身处女 是我在做人做事上 有没有尊重别人 有没有符合社会规则 有没有达到别人 别人愿意用我的目的 是服务型的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一个看个性 然后还有看自己 然后亚兰姐的是看付出 看功用 看价值 所以就是完全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的话 请教一下班宇老师 在这边 在这边干嘛 哪些星座人最有自我反省能力 对 相信我来救你了 来 对 我觉得就是长辈 就是嘴巴炎 但是心很软 但是我们这一辈 对 就是希望是嘴巴温柔 然后心里又有界限 对 所以在这里 自我反省的能力叫什么 就是当一个人是容易善变的 那这个善变是有些就是 他变坏了 或者说他本来爱我不爱我了 这种不安全感 但是这一批人 他的善变是变好了 对 就是这种变好 他的底线在哪里 或者说他的底层逻辑在哪里 因为他内心简单 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是会 这样我就害怕 或者我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别人不支持我 我就多疑 但是这些人的特质是 因为我内心简单 我用简单的个性 去疗愈周围的人的复杂 有一天有人能看懂我的时候 我自己也能过得舒服 我就可以有界限好好的生活 对 这个心理转折 就是大家如果能理解他们的话 他们的自我反省能力 更多的就是反谱归真 做了真正的自己了 参考一下太阳上升和水晴 我们来看第三名 摩羯座 现场没有 观众朋友如果有的话 不断改进 实现目标 摩羯座本来就是 希望在别人说自己之前 我自己就大概了解 我自己哪里有问题了 然后一旦别人说啊啊 我发现你这个咯 他就说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这是我的缺点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改变 就是是因为我无法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就他开始自我反省 我觉得这个能力就是得人疼 一开始可能犯错之后 比如说老板骂我们 我犯了很大一个错 我可能把什么金额弄错了 或者是家长 我出去突出了 然后让我脸上无光 但是看到这个人 就是提前做到反省 然后每一次就好像 集容咖啡一样 一旦这件事情 进入我的生命里 我马上沉淀 言行全部都改变 一看就是我有用心 人就是这样 你犯错没关系 你有用心 我就给你最大的包容 人心换人心 对我就是觉得 摩羯座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但是他们心里很苦 他们会就是永远觉得 人生是一座山 爬完一座还有一座 然后往上爬的时候 是往上爬的难 往下走的时候 又害怕人生一直往下跌落 所以这种心情 让他们永远叽叽盈盈 如履薄冰 这是他自我反省能力的 那个原动力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名 天蝎座 这个大家都有 我女儿 你女儿 那他蛮好戴的 还有祥泉上升天蝎 亚兰姐太阳天蝎 独林格水星天蝎 我遇到这样 追求真相自我提升 这个字 那我有吗 有 有吗 有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没有表面上 写得这么简单 天蝎有自我反省 通常都是在人性上叠交 就是有点像什么 看懂了后黑学之后 我知道人心 不能像我想的那么的 比如说我直接告诉别人 你鼻子里有鼻屎 你背后标签没有剪 我以为我对他好 但对方说你何必戳穿我 就是了解人性之后 追求这个真相 到底是怎么样去与人互动和拿捏 这件事情就一路会在跌撞 天蝎座是非常真性情的 古代天蝎是火星守护 现在是冥王星守护 火星就是什么 我一厢热情 直接又简略 快准狠地告诉你 事情的重点是什么 他是好心的 但对方就会觉得 怎么一把剑又一把剑 好 那来到了现在冥王星守护天蝎是什么 就是别人看不到的 我看到了 如果我为你好 我应该告诉你 我是真心为你好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压力那么大 都是想要逃避居多 就是我先让自己看不到 我先让自己活下去 以后有点力气了 我再去面对 所以这个节奏不一样 但天蝎的节奏 其实他内心还是愿意去面对各种坎坷 在这种状况下 他开始自我反省就是 我原来是要用别人的方式去看别人对待别人 然后我可能回过头来 也要用对待别人的那种温柔 再等待一下 或者说不要太直接的方式对待自己 对就是大家可能想对别人好的时候 想回来一下想想是不是该对自己好一点 好 那第一名处女 来 祥犬太阳处女 水星也处女 然后亚兰姐上身处女 对 来 看一下 分析反思 力求完美 这个反省能力就是 怎么可能他会跟嘉庆君一样呢 力求完美耶 我力求完美耶 所以是 你不是在吗 红兄 真的 小心 不要砸了自己的招牌 太阳和水星处女代表什么 我在我的个性里面 容易去先反思别人做的事情 我有没有看懂 就是我去回馈一下别人的言行 是不是我能看懂的 我有没有较准 但是上身 像亚兰姐是上身处女 是我在做人做事上 有没有尊重别人 有没有符合社会规则 有没有达到别人 别人愿意用我的目的 是服务性的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一个看个性 然后还有看自己 然后亚兰姐的是看付出 看功用 看价值 所以就是完全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的话 那在这里就是自我反省能力 如果是太阳上山水星都有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虽然比如说小时候凸臣 做那么多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警察找到我 我如果这个不拿出来 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我拿出来看事情怎么解决 我就领教这件事 他也许当时是那种直觉反应 他没有思考那么多 但是他看到他力求完美这一点 就其实我可能也没有做好 那我不如诚实地面对 这个就是表面上看 他在人生事件中是个坏事 但以灵魂学习来看 他这个人是非常相对纯洁 也知道去反观自己的 是 对 所以这个人生 就卓别林讲的嘛 人生近看是悲剧 远看就是喜剧 时间拉长了 这个人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 是越来越好的 是 渝洋泉有一个 天生就有一个长辈缘 他很讨人喜欢 对不对 你说有一次你在打篮球 然后怎么整台游览车停下来 阿公阿嬷要跟你拍照 从南部上来的游览车 一整台我去走后公园要去打篮球 然后阿嬷就下来说 你不是 余天银好车 我说对了 你好 他就说可以拍照吗 我说可以啊 然后整台以后 你这个人就下来跟我拍照 他说 你跟他比较乖 你知道吗 你跟他比较乖 你知道吗 对 整台都就是下来 我已经答案一个了嘛 所以我整台都拍了这样 他不是有长辈缘 是他爸做人太好了 爸爸真的太红了 我要操约他很难 我现在目前也了解到 我操约他应该不太可能 不用操约吧 你就是你啊 对 讲到新二代很大的压力 都是要超越父母 其实有点难 不容易 对 你爸唱歌怎么好听 那你唱歌为什么 小孩子蛮有自知之明的 有一些没有 所以我喜欢 他很内在很强大 你知道吗 然后说 我们今天发现你的转变 是你当了舅舅之后 然后你看到你二姐 对抗病魔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有看到你的成长 就有成熟 柔对不对 没错 因为那时候就二姐身体不舒服 我们就会帮忙照顾小乐乐他们 对啊 他那时候就有担起这个责任 就是只要一有空 他不是出去外面玩哦 就没有跟朋友去玩 他就去陪小乐乐他们 然后陪二姐那时候 我都会把朋友的聚会 朋友就乱约我都会把他推掉 我说不要 然后就去二姐那边 然后就一步一步 然后现在自己当了爸爸 柔音有感觉他更成熟吗 更稳重 这倒是真的有 因为他之前就是 比较不会有理财观念 就是赚多少花多少的那一种人 然后他现在就当了爸爸之后 他就开始规划 他小元宝还没有出生 他就说 我要先帮小元宝来存个定存 就是每年要存多少钱 他自己想的哦 对 他先自己想的 然后开始请保险专员 来签那个单子 还有小元宝的保险啊 然后就一大堆规划他都会做 对 他就把钱就存起来 就拿去保小元宝的保险 保险是应该啦 如果定存 定存他就一年可是要 缴个四十五十万 对 要不要找个理财的啊 有啊 就是理财 我会帮他定存一个 就是六年的计划 然后他到 然后我会把这笔钱忘记 就当作没有这笔钱忘记 然后等他二十岁的时候 他就可以立定这样 三百万这样 让他忘记 你是怕你寄老老是不是 寄老老就会想要花那笔钱 想要花那笔钱 可是就是把他忘掉了 把他忘掉当作没有这个事情 对 他自己不知道 我也怕不能一吃给他 要慢慢给他 比如说你毕业了 如果他给他两三百万 他跑了怎么办 什么叫做跑呢 跑去哪里 现在小孩很难管的 你也不知道怎么要弄他 对不对 不可以告诉他 他才会孝顺 对啊 我爸手上有一笔钱我告诉你 对啊 你就乖乖地给我回啦 就是专门帮你弄的 对不对 小时候就帮你 帮安全的啊 对不对 所以他不只是当爸爸之后 他才其实这个柔在怀孕的时候 他也会 他也会怕柔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那时候你就已经 很懂得说走到哪里都会报备 你很安全 对 让柔放下 比如说我去健身房 我都会拍那个时间 照片 照片而已啊 照片可是里面有时间 我可以先冲去健身房 柔他是自己本来就会 还是你把他骂会的吗 他是有一次被我抓到 说谎 联合经纪人一起说谎 被我抓到 从那一次之后 他才开始狂拍照给我 证明给我看 就是那时候他去录影 然后他因为我怀孕 就是家里都不能抽烟 他是会抽烟的人 然后那时候录影回来 经纪人就突然打电话 给我说什么现在在拍业配 延练 然后我就想说 你平常也不会有跟我讲 延练的时候 干嘛突然打给我 跟我说延练 我就觉得不对劲 不妙了 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来宾 来宾的名单有谁 然后我就上IG 看他们的现实动态 我就看到其中一个人说 收工了 开心 而且是一小时前就已经打好了 跟他录同一场的 然后之后我打给他 打了前三通都不接电话 然后之后第四通接下来说 干嘛啦 他就去录影 刚才在录影 我说你再骗 然后我就传那个给他 然后他说我在家里车库 然后他就说 因为上去又不能抽烟 那些我想要有一个人的空间 我在里面打电动 我真的没有干嘛 你知道吗 我只是需要多 可是干嘛要骗 你就说你在家里车库就好了 你干嘛要骗 那我怕我被他骂 因为我真的常常被他骂 他就是怀孕 就是骂我 我想说只要一个自己的空间 然后抽抽烟 我真的在这样打电动 他以前也不坏啦 他以前不坏 就耍天真啦 所以就出了一些状况 但是现在倒是真的是 变成一个大暖男 对 对不对 对家里对爸爸的照顾 什么 对家人 听说有一次你手机没开 没开声音 结果被狂召 他 就他 没接电话 没接电话 你知道我去健身房 其实有时候 我已经先拍好电话 拍好那个照片给他了 对 然后你就后来 然后没有 可是没有 没有啦 没有 我都是平常是去的 那时候没有夜店 夜店没有开 然后反正就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我的手 因为你进监房前 你是不是它里面有三温 有那个烤箱 然后有蒸汽室 有那个泡澡的地方 是不能带手机的 然后出来以后呢 我就跟我朋友在 那个便利商店前面抽烟 在聊天 聊天一定要这样是不是 就类似这样 就类似这样 哈哈讲什么 就是讲一些屁话 我都没听到 然后后来我一接到 一接起来 他打来 他说你干嘛不接 然后一看 他打了大概二三十通电话来 没接到 我真的没接到 然后我就说 对 我真的没接到 然后我朋友都 我朋友在旁边都傻眼 他很大声 骂得很大声 在电话的外面都听得到 我朋友都听得到 他骂什么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赶快回车上 我就把车上开轨 然后已经他骂我 骂了半个小时 回来我说我到家 我要上去了 然后那时候一点 我记得他从一点 念我念到五点 念到睡早了 我睡早了 我睡早 我是真的睡 我不是故意说装睡 我真的睡早 就是被他骂到 我就 两个来上我们节目这么多次 我觉得他们越来越融洽 那个感觉越来越好 是 那种无形当中的那种感觉 就已经磨合好了 磨合好了 对 磨合好了 对 无概有差